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筹码强势股操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 我是筹码大师李宗欣 过了四天的廉价 其实国际股市在昨天晚上收盘之前 大概都还是小涨 不过昨天晚上的德国法国回党 尤其是美股 美股道琼跌了200多点 尤其是费城半导体 昨天跌了超过4% 结果以美股四大指数来说 到昨天收盘为止 其实道琼 S&P500 纳斯达克只小跌了0.1%左右 但是费城半导体跌了4.6%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早盘开低 最低一度跌了200多点 不过收盘还蛮厉害了 收盘出现了大幅度的收敛 跌幅缩小 也收缴了 你看今天的指数 有没有 今天是开低 然后呢 我们要放大一点好了 来 开低打下来一度跌200多点之后 又拉起来收脚 大盘收盘只跌了100多点 算是蛮长的下影线 可是今天的电子类股 确实是比较弱 因为很简单嘛 费城半导体跟我们的 什么类股最相关 台北股市啊 电子类股啊 那半导体族群又占台北股市的权重最大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电子类股比较弱 但是呢 其他类股 甚至包括高值利率的股票 包括金融股把指数撑住 今天跌幅不大 但是我们必须看一下国际股市的情况 尤其是美股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是道琼 其实我们休假那几天 道琼后来回来 变成小跌而已 本来是一根长黑 休假之前 来 道琼 来 纳斯达克也差不多 本来在4号还大涨 5号回来 把4号的红棒给吃掉 这是纳斯达克 可是纳斯达克都还在站在季线之上 废城半导体就比较麻烦 有没有 那废城半导体到底是不是这个是 这个脚比这里低了 好 那这里会不会是头肩底 底的右肩呢 如果是右肩的话 它可能回来跟这里位置差不多 重点是回来这里之后要上去 这里不可以再来 最低点这个地方不可以再来 如果不幸这地方破的话 这底部就失败了 现在最希望是怎么样 左肩 底 右肩 所以这个地方 下面只剩下不多的空间 所以未来的观察重点在废城半导体 因为看起来纳斯达克和道雄 好像还好 对不对 那废城半导体超级弱 主纹跌了4%多 会不会未来只跌出现了 头肩底 右肩的形态 最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今天没有做动作 在廉价前 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 那两天我们在卖股票 尤其是礼拜四 我们卖掉了很多的股票 那天 重点是什么 那时候他说利多 对不对 什么 和谈 和谈露曙光 所以我记得当时在节目里面说 在最恐慌的时候 当大盘最恐慌的时候在这里 长虹跌停那天 这里最恐慌的时候 我们买股票 在这里这跟长虹最乐观的时候 你应该是站在卖方来卖股票 从第一天反弹上来已经1000点了 对不对 而且上档又有季线的反压 而且成交量也不足 成交量并不够 所以短线上我认为大盘 逢压力大家乐观的时候需要整理 这就是在廉价前 为什么我站在卖方的重点 当然今天也很多会员说 老师你卖掉有价差了 今天不是跌下来了吗 有价差你怎么还没有买回来呢 我个人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卖的很多高档的股票 我们卖掉了 低档出现讯号的股票 我们没有卖 我们并没有把股票全部卖出 比如说高档涨多了 涨两成的 涨50块的股票 我记得包括中华化 包括三幅化 三幅化50块 中华化25% 我们在高档先获利了解 虽然今天有价差 我并没有把这两档买回来 哪些有一些股票在 低档的股票有出现讯号了 我们在上礼拜我们也没卖 今天虽然震荡 有的涨有的跌 也没有大涨也没有大跌 老师那这些股票怎么看 我待会又跟各位分享 因为高低基期 你必须要有一些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在转折低档买到 涨了两成 涨了三成的股票 涨了两成三成 它就变高档了不对 不是吗 在高档我们获利了结之后 其实把资金抽出来 一样可以找到低档转折的股票 我记得在节目里面 常跟各位分享 我们在这一波这一套的软体 今年的2022的旗舰版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图 换关键是什么 我们抓低档转折 非常的内行 所以如果大盘回来 像是转折出现 那不是就是抓转折的机会吗 就像我说的费成半导体 它的右肩会不会成型 现在也没人说得准 如果一旦它右肩成型 会不会又有很多电子股 被误杀在低档出现转折 一定会 一定会有很多 但是先级的条件 费成半导体必须要先止跌 电子类股要先止跌 各位我相信 大家都比较喜欢电子类股 很多电子类股跌跌跌 也跌了不少 但是低档在哪里 转折在什么地方不知道 所以等待机会 所以有些时候 等待也是一种操作 所以我跟会员说不急 我今天还没出手 虽然我们上礼拜五 礼拜四卖了一些股票 今天有价差 老师要不要买回来 有价差了 差两块三块五块了 要不要买回来 其实不一定要买同一档股票 对不对 不一定要买三幅化 也不一定要买中华化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标的 低档转折的标的 我记得在大世界化里面 在我的节目里面 一直跟各位强调 抓转折的重要 这里 这天是3月17号 当然出现红黑棒之后 你知道这是W底的对 但是还没出现之前 3月16号 我说大盘是双脚形态 双脚形态 16号是这根红棒还没出现的 这天是17号 16号是这里 是这里 是潮红海运跌停那天 对不对 好了 建议各位卖股票是什么时候 3月29号当天晚上12点 所以卖股票的时机是 3月30号上礼拜三 短线喷出怪力过大的股票 不要见涨追价 对不对 所以这里 建议各位在这里 3月30号是这一天 长红棒那天 对不对 卖股票 那天你看看 我记得当时有说这些股票 投信重压 台办 你自己看看 我就不一档一档打出来 台办博智 喜红光洁 彭城 新唐 自行自圆 几乎就是那天出现最高点 3月30号 而且当天长黑了 3月29的表 对不对 3月30号 老师不是长红吗 对 3月30号那天涨了130点 193点 这天 3月30号在这一天 如果你这一天卖股票 大概也都有价差了 就像会说 老师有价差了 要不要买回来 3月30号 3月30号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 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 好难 像网路上常常有 有些网友说 奇怪 你这主力大户怎么知道我今天买进去 他就倒给我 然后股票就中错 或者是 主力大户怎么知道我卖了 你看 今天又涨停了 常常我们看到 网友也许开玩笑 自我消遣 其实 不是一般的网友发生这种问题 很多投资朋友都发生这种问题 卖掉的股票涨停大涨 追进去的股票 买进去的股票竟然大跌 好像主力都看到他的操作 奇怪 为什么主力做法都跟我相反 这奇怪 其实 其实主力 他就是往少数人靠拢 就像我说的 3月30号 是不是该解码 是 为什么该解码 因为这个 29号晚上 我说和谈露树光要卖股票 所以3月30号你该卖股票 什么时候该买股票 常荣跌停那天 3月16号你该买股票 老师怎么敢 常荣跌停怎么敢买股票 怎么敢买股票 不是买常荣 常荣跌停后面还有更低 不是买常荣 而买对的标的 所以 那卖股票呢 一样 所以每次你发现 低档都是在悲观的时候 高档呢 常荣跌停在这里 和谈露树光在这里 高档都在乐观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我在节目里面不是常说吗 投资市场不是考验IQ 它是考验EQ 你的情绪控管 是不是能控管得好 你如果跟着市场一窝蜂 每次在悲观的时候杀股票 在乐观的时候追股票 不是大户都看到你追 才出给你 也不是大户看到你砍了 他就去买 不是 是因为大户知道 80%的投资大众 做法都是错的 所以基本上 我这样说 我记得在节目里面说过 当然不是你跟80%的看相反 你一定赚钱 不能这么说 但是跟80%人相反 你可能有80%赚钱的机会 这样了解没有 恶把法则 对不对 如果跟着大家一窝蜂 你可能80%赔钱 所以你要跟着大部分的看法 或者是跟着消息 做比较相反的动作 就像我说 如果大家 往这个方向看的时候 你往往要冷静的思考 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所以大事又话 你怎么能错过呢 你看到河潭露树光 你终于决定 这天去追股票 这三天这样下来 不是浑气 是不是 所以在30号 31号那两天 其实你都可以 从容的调整股票 这也是我们的做法 而且我也在节目里面公开 所以这些晚上大事又话 都是我30年的经验 为什么我常常 说得这么准确 为什么 不是我很神 我常常不会说 你看我百分之百正确 不可能 没有人可以这么做 神都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 命中高低转折 那是因为30年的经验 所以这些经验 晚上都在大事又话 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来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 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ght at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要怎么样看到大事业话 很简单 你只要加入筹码大事Light at 加入之后 点击手机右上角的记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 我破了图画 图片 还有我们的一分钟小学堂 还有我们的节目 甚至是我们的筹码表格 你都看得到了 那这波其实在最低点的时候 这里 当时我就说 要抓什么 要抓转折 对不对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那时候我说的是什么 真的蛮厉害的 不得不说 这张吧 3月16号 接下来只是抓主流 和找切入点的问题而已 抓主流 抓主流 主流就是市场上资金最汇集的地方 所以当时我们掌握到了什么 我们掌握到了中华化 当天3月18号 我们现买线涨停 去年的9月3号中华化 我们当时也是现买线涨停了 有没有 3月18号现买线涨停 非常恭喜 22号又涨停 第二根涨停 对不对 第二根涨停 好 我们在什么时候卖了 这里卖了 我们又等他平仓讯号出来 我们卖掉了 哎呀老师卖了会不会可惜 不会啊 赚二十几% 不会啊 对不对 那我们等 等机会 不一定等中华化拉回去买中华化 因为 也许中华化会来出现平仓讯号 你逢低买也不对啊 你把资金留下来 像今天又有一些股票低档起涨 我待会下一阶段会在节目里面分享 也就是说 我们一样可以找到低档转折 低档起涨的股票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都希望 我能卖在高档 能买在低档 对不对 大家都希望嘛 谁不希望呢 是不是 那我们这今年 2022年 这套新的旗舰版 就是做了更大的突破 因为以往就会也知道 老师你都买了全市场最强的股票 那些股票我好像都不太敢买 对不对 当然多投行情的时候 那些股票喷得很凶 没错 但是我最希望的 投资朋友也最希望做到的是什么 我能买在低档转折 卖在高档转折 可不可以 我们这档转真的做到了 对不对 低档转折3月18号 3月25号也是哦 一样 这两档股票真的双胞胎 同一天涨停 3月18号涨停 对不对 来 那时候赚25块了 赚25块 来 3月22号 3月25号也涨停 那时候赚50块 有没有 然后呢 卖掉 老师还没有平常去 对 万一跟这里一样 所以我们先卖了 这里也一大段 有没有 这段好可怕 很可观 不要说很可怕 非常可观 涨超过一倍这里 这一段 所以跟着系统做 其实你会有很大的惊喜 因为 而且你有凭借 因为操作上 往往你会在乐观的时候 更乐观 在悲观的时候更悲观 操作上怎么做 你要有一套方法 你要有纪律 到底什么时候该进场 什么时候该离场 什么时候甚至要做空 或者是 这档股票都没讯号 你就不要理它 不要做 因为 这档股票如果没有讯号 表示它亮说 也没有大户在里面 它就这样 都是散户在里面 即使各位你要做价差 都很难 做了半个月 即使你买来最低 卖来最高 大概5%的价差 搞不好都没有 搞不好3% 那种量缩在整理的股票 其实你做来做什么 当然希望 等等等到出量 大户吃货吃饱了 出量启动再进去 这样才会有效率 这就是我开发这个软体 重要的中心思想 例如说台阳 等等等到 红箭头出来了 这里进场 台阳是我们没有卖的股票 还没卖啊 对不对 它是低档转折 低档转折我们就续报嘛 对不对 森达克我们还有一半 它是不是也低档转折 对不对 跌了一段 从200块 200多 跌到150 有没有 我买在150几的吧 来 200了 对不对 一半还在 没有平常续报之前续报 那卖掉一半的原因 也是担心 国际股市的回档 也担心廉价期间 我们会员持股比重太高 这就是我的操作 也就是说 我上礼拜有提到 我们将心比心 如果我告诉你 放心 廉价期间没有问题的 你就跟我抱着股票 过廉价 听了老师这样讲 你抱着 然后看了廉价这样子 昨天晚上美股回档 今天会不会很紧张 对不对 所以我的操作就是 我们希望我们会员 轻轻松松落代 违安之后 降低持股比重 开心的过廉价 廉价之后我们再来 那老师廉价之后 今天我们做股票 有 来 来看一下 我刚提到 来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转折股 泰鼎 这系统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这里买这里卖 顺便做空 如果你不做空你就卖掉 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 这里再买进 这几个月 四五个月 快半年的时间 就进出这几次 对不对 泰鼎KY4927 你不照做就好了吗 虽然这一波涨上去 好像还没大涨 老师你看 对 但是还没有平常续号之前 你就续报 你就照做 买进卖出买进卖出买进 有没有很简单 其实真的也不难 你就照做 就照做 因为这道系统是我开发的 我的三十年功力就在里面 你把它带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 来 上尾投控还在 当时我盖牌的 虽然我们当时卖了一些股票 但低档转折的股票 我们还在 低档转折的股票 我们还在 所以很简单 跟着谁做 当然跟着我们做 今天还有一些股票出现讯号 所以下个阶段一定要跟上 来 如果各位没办法准时两点 收看我们节目的话 很简单 而且你一定要做 就是订阅筹码大师 YouTube官方频道 最新的市场资讯 让各位战无不胜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点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进广告 下一阶段回来 Panasonic空调 八连霸省电超越一级 称霸有礼 现在买草里六选一 直到四月底 Panasonic 泳城国际投顾 比值诚信 专业 客户智商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应软体设备 一通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一通精疲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你永远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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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辰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永辰国际投顾 入位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如果希望人生下半场 不终日因健康问题而烦恼 以及人生大小事 想每一天都过得平安 那您需要从安心睡 小心肝开始做起 三德利芝麻明EX 关键成分芝麻明 搭配玄米多酚 可帮助调整好眠体质 同时搭配维生素E 能保护肝脏健康 帮助您调整 不如以往的身体状态 每天面对健康问题 与内心烦恼 容易感到不安吗 有三德利芝麻明EX 安心睡 小心肝 让我们平安健康地 度过人生下半场吧 三德利芝麻明EX 不只住好眠 还荣获护肝健康食品认证 现在订购 急赠10%专属优惠 马上来电 0800 070 171 你可别忘了 她可是你四哥的女人 你不用在这儿瞧不理解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辅佐殿下 还望殿下你好好死掉 沈家已经成为妻子 你若继续陷在沈家 定会难以脱身 你不是沈家的女王 我已经不能坐视不管了 从沈婷章入狱之后 随远军群龙无首 我认为 殿下可将随远军统帅之志 暂将要路不住 净灵王 周一至周五 晚天八点十点 五周生意维他命EC口含定 锦绣南哥 掌握市场先机 总是给您独到的投资建议 每周一到周五 下午两点 筹码大师林中心 五星菜中心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欢迎再回到筹码大师 上海就带人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三月中 当时大家最恐慌的时候 我们建议买进 但是在三月底 隔了半个月 当大家最乐观的时候 和谈露出 曙光的时候 我们建议各位 先站在调节的一方 而且我们也站在调节的一方 所以我常说 我怎么看 我就怎么说 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而不会带着会员的资金 反正带着钢灰往前冲 每天设飞不要乱买 反正买对的拿出来表演 错了就当做忘记 这样不行 因为我都把我会员的资金 当成自己的资金一样在照顾 我很珍惜他们的资金 所以我不随便出手 一出手就要 我认为对的标的 我才会出手 举例来说 新复发 新复发 我们特别会员和赢家会员 两组会员都有 今天他鼓励分派 现金鼓励4.16 那配股呢 配息4.16 配股1块1.04 哇 没有 现金4块4.16 配股还配1.04 哇 5块多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低档有讯号 大盘虽然今天跌 也是有股票出现讯号 例如说 4915自身 有没有 整理了两个月 三个月 有没有出现讯号 也是有这样子的股票 所以跟着做就好了 没有很难 对不对 这段时间要买它吗 不用 你买了一遍效果 对不对 你大部分投资人 买在这里 然后今天涨把卖掉 买在盘整区 很容易卖在起上点 我们是起上点在买 所以很简单的 来 各位 你不是不努力 只是你插一个好的操盘工具 选择对的工具 来 选择对的工具 让操盘更简单 让投资变快乐 让赚钱成为一种习惯 对不对 这个情况大家都看得懂吧 小朋友都看得懂 是不是 往上的环箭头做多 往下的做空或者卖掉 就那么简单 所以这套系统是结合了什么 结合什么 结合了量价筹码大数据 再乘上我30年的专业操盘经验 所以很简单 上个礼拜如果你错过了什么 勇往直前发发发的专案 来 赶快跟上 我还没出手 对不对 今天 来 今天有些股票出现讯号了 未来如果大盘再整理 那这些股票拉回来 是不是你该上车的机会 这两档之外还有没有 还有啊 所以等的是什么 等的是讯号 如果你要伸出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 很简单 你要伸出双手 我才能帮得到你 这次的勇往直前发发发专案 跟着我们一起发发发 只要好的股票 出现低档转折的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不过你要加入我们 你要伸出双手 我才能帮得到你 勇往直前发发发专案 就是专门为各位设计的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资负专线 成为资负赢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适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